末代皇帝溥仪见证了军阀分裂割据 洋人横行无忌 日寇烧杀抢掠 山河破碎 神舟露尘 最终也见证了中国的人民 用血肉铸成了新的长城 虽然在历史的波兰壮阔中 他作为大清帝国的末代皇帝 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 甚至更大一部分 还是负面作用 但他却是这段弥漫着硝烟和战火的苦难岁月的亲身经历者 溥仪生前见证了清王朝的覆灭 见证了中华民国的成立 见证了新中国在百废戴星中的崛起 见证了抗美援朝 中国人民打赢了第一场正面对抗外国敌队势力的战争 而在他死后 他的尸骨也经历了中国社会的变迁 那么对于他的遗体 最终又是如何安排的呢 一圈三连点个关注 溥仪生于1906年2月7日 他是道光皇帝的曾孙 纯贤亲王一玄的嫡孙 纯亲王在风的嫡长子 作为亲王的嫡长子 如果没有光绪和慈禧的政治斗争 没有他们两个双双骤然离世 溥仪大概率会继承爵位 当一个闲散富贵的逍遥王爷 在溥仪三岁的时候 光绪身体有样 慈禧便安排手下的奴才 将这个牙牙血雨的小孩 带进了皇宫 从此 他如龙中鸟一般 人生再也没有一丝一毫 能自己做主的可能 这种悲剧 一直持续到新中国城里 万般皆是命 半点不由人 慈禧安排得很到位 光绪帝也死得很及时 小浦仪刚刚迈进宫门的第二天 光绪帝便嫁和稀去 龙欲归天 在百年后 我们通过现代科学仪器 化验光绪帝的遗骸 可以得出 它是被人下毒而死的结论 光绪的遗骸中 无氧化二身的含量严重超标 无氧化二身便是武侠小说中 常能提到的披霜 潘金莲要死五大郎 用的也是他 这一切和一个三岁小孩 八杆子也打不着 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便和溥仪有关系了 光绪死后不到一天 这位祸国殃民的老佛爷慈禧 同样没有和任何人的招呼 便撒手人寰 中国近代史上 维新派和保守派最后的终极较量 以双方最高人物的相继失事而宣告终结 慈禧最后的弥留之际 出气多尽气少 说身体虚弱 导致的他头脑不清醒 不太合适 因为这位老太太 除了在政治斗争中智商拉满 其他但凡涉及到国际民生的事情 头脑都是混乱的 而且要死的人 哪还顾得上深厚知识呢 尤其这个损老太太 还是一位我死以后 哪管洪水滔天的人物 回光返照的慈禧 你哪怕告诉他你快死了 他也是不以为然的 他还是想赌一把的 这就涉及到他人生中最后一条意志 但凡慈禧为这个国家考虑一点 哪怕只有指甲盖那么一点 都不会立溥仪当皇帝 当时张之洞提议 主扫国仪 不如尽力再封 而慈禧下达的意志如此 纯亲王再封为摄政王 遇军机大臣等 朝会大典 长朝班次摄政王住在诸王之前 他算盘打的叮当响 如果自己就此一并不起 或者直接隔屁 立溥仪为皇帝 立溥仪他爹为摄政王 这和他爹直接当皇帝没区别 如果他经过慢慢调养 能恢复生机 溥仪是一个屁都不懂的三岁小孩 在封那两把刷子 肯定玩不过自己 他还能垂帘听证 大清朝还会掌控在他的手中 实事求是 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在封和溥仪 这对父子俩有一个共性 就是好把控 在封是个没主见的人 可以被忽略 溥仪当时是个满地打滚的三岁小孩 白明白自己有几个手指头都费劲 更别提处理朝政 慈禧希望自己能缓过来 可现实非常的现实 他没缓过来 厌气了 这一年是1908年 离辛亥革命还有三年 让慈禧搞得乌烟瘴气的大清国 早已破败不堪 如四处漏雨的房子 一阵风就能吹倒 而在封作为满清贵族 他的屁股决定了他的脑袋 他只为满清贵族考虑 性格又决定了 他无法创新 做不了跟上时代发展潮流的中兴之主 或许光绪不死 只死慈禧 推崇变法的光绪能聚拢一波人心 搞出更彻底的心症 来积蓄天下人的力量 为大清帝国刷一波好感 再强行绪一波命 但在封是不可能的 他没这个能力的 可只死慈禧 不死光绪 这也不现实 光绪是被毒死的 光绪死了没多久 慈禧就死了 换句话说 慈禧在死前把光绪带走了 这个女人为了自己手中的权力 扑灭了大清王朝中兴的最后一点火种 到了这儿 不得不说大清就该死 不仅被压迫的老百姓心里 早已没有这个国家 掌权者也只在乎自己 根本没有关心过 这个国家到底怎么样 而当辛亥革命爆发后 全国各地的县市纷纷响应 宣布退出清王朝 成立各自的地方民主政府 大清国自此四分五裂 分崩离析 名存实亡 清王朝面对遍地开花的民主革命 没有坐以待毙 能力挽狂澜的人 皇室中找不到 在风只能寻求其他力量 于是他找来找去 找到了曾经与他有间隙的袁世凯 但似乎他的这个选择 还不如坐以待毙 什么都不干 也比找袁世凯这哥们儿强 在风和袁世凯早就不对付 在在风设政不久 他便下狱罢免了袁世凯 原因是担心这行员的包藏祸心 且伟大步调 包藏祸心被在风猜中了 伟大步调也被在风猜中了 但在风没猜中 他有一天能求到袁世凯 于是双方一点情分都没有 早就撕破脸了 现在把袁世凯请回来 便是请神容易送神难 别说他本来就狼子野心 哪怕就是一个老好人 你人还有三分火气 你宰风曾经打过我的脸 如今又让我回去 照之急来挥之急去 我不要面子的吗 站在袁世凯的角度 谁愿意去碰一个烫手山芋 谁面对大清 不怕惹一身骚 至于宰风想的 让自己来维护一个 已经苟延残喘的残破帝国 那更是痴人说梦 但这事也不是不能干 富贵险中求 一将功成万古枯 风险和机遇并存 于是 袁世凯狮子大开口 让我出面可以 你得给到我利益 还得给我荣誉 不仅如此 你们还得听我的 在封在袁世凯的逼迫下 只得打碎了牙 往肚子里咽 甚至连摄政王都辞了 没办法 谁让他没能力呢 上述全部政治博弈 溥仪都说了不算 但都和他有关 如果他是平民百姓家的孩子 这时候正穿开裆裤 满地跑呢 可这一切都发生在溥仪继位之后 这时候溥仪是大清帝国明面上的皇帝 1912年 两面三刀的袁世凯 申名中间商传差价的套路 他一面和清政府谈 一面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谈 都谈完之后 袁世凯确认了 自己将是未来这个大时代变局中最大的获利者 他从孙中山那里 要来了中华民国大总统的位置 便开始耍手段 逼迫龙玉太后颁布退位诏书 这一年 溥仪六岁 对于这个六岁的孩子来说 他的国没了 他的家 他能否住在紫禁城 全是袁大头一句话的事 此时 溥仪作为一个六岁的小孩 已经开始懂事 明世里能够学习了 可清王朝早就没有正直的 有能力的大臣 愿意跟着这艘随时可能沉没的破船 一条道走到黑 能臣虽然没有了 可溥仪并不孤单 因为有一些人 是离开了大清国活不下去的 比如太监 比如那些本身就是满清皇帝 这帮人给溥仪灌输了两个思想 第一 你是皇帝 你是九五之尊 你生来便能生杀与夺 享受荣华富贵 第二 因为你是皇帝 所以你得为我们做主 我们都是跟着你混 你是万岁爷 你得为我们活出个名堂来 于是这种畸形扭曲的成长环境 形成了溥仪自命不凡 不脚踏实地的性格 也形成了溥仪的世界观底色 他高傲 自负 糊涂 颠不清自己几斤几两 1917年 辛亥革命五年后 曾经大清朝的封建官僚张勋 组建了变子军 而且他充分利用了当时北洋政府中 段祺瑞和黎元洪的矛盾 与迎接已经退位的溥仪 重新登基 做回皇帝 张勋脑袋尽眉尽水不谈 但这种缺心眼的想法 溥仪真信了 他生于身宫之中 长于妇人之手 毫无政治斗争经验 理性思辨精神也为零 根本分不清这是在帮他 还是把他架在火上烤 不过话说回来 这时候的溥仪只有12岁 后人也不能过分苛求一个12岁的孩子 能区分出什么是天方夜谭 什么是符合实际 说难听点 满清的一老一少想复辟 如果跟着张勋走了这步棋 唯一能依仗的军事力量 便是所谓的辫子军 可这辫子 军战斗力到底几何 能不能打仗 能不能打胜仗 远了不说 能不能打赢各个军阀 这些一律不知道 就这 你就敢起兵 在张勋的帮助下 谨慎的太监们拥促着溥仪 又一次坐上了龙椅 可因为坐上去不是凭实力 所以这位小皇帝的一举一动 被各个军阀视为一个笑话 这种违背历史发展潮流的行为 引来了全国人民的公愤 中国人很淳朴 你满清皇族丧权辱国 割地赔款 又鱼肉百姓 一肚子坏水 对外装孙子 对内窝礼衡 凭什么还任你当皇帝 除了民怨 溥仪还成为了军阀眼中的香波波 清政府的复辟都已经不是枪的出头鸟了 而是谁又揍他一顿 谁就能得到民众的好感 马上就能收获一波政治资本 所以军阀们看见溥仪 就脑门子发热 恨不得抢着揍他 将其五花大绑 游街示众 起兵称帝 欢乐喜剧人 溥仪的第二次皇帝 仅仅做了12天 便在一片骂声中 和军阀蠢蠢欲动的眼神中 被迫退位 起兵称帝 没成却成了欢乐喜剧人 到了这儿 溥仪按说 也该死了称帝这条心 再一再二 总不能再三再四吧 可人类似乎并不能从历史中吸取到教训 这种一门心思想着剥削人的 也往往贼心不死 但凡给他点阳光 他就灿烂 给他点生存空间 就蠢蠢欲动 于是溥仪又做了第三次皇帝 他做第三次皇帝的背景 从被人赶出了生他养他的紫禁城开始 1924年 冯玉祥将溥仪等一老一少 宫女太监通通轰出了紫禁城 这个阶段 溥仪是迷茫的 是极度没有安全感的 被赶走的他 多么希望 有天兵天将脚踏紫禁靴 手持紫禁锤 伸张他认为的正义 让他回到紫禁城 他多么希望 有人能改变他 惶惶不可终日 如丧家之犬 东躲西藏的局面 可高大威猛的天兵天将 没等到 矮小猥琐的小日本 却找上了他 不同人情世故的溥仪 没有那个能力去鉴别来者 是心怀坦荡的宾客 还是不安好心的虎豹豺狼 他看小日本就像救命稻草 于是 他听从日本人的安排 跑到了天津居住 一个过气的末代皇帝 跟着日本人到处跑 哪怕四处流窜 也依然做着皇帝的美梦 这原因有二 一者身边有太多 只知道溜须拍马的奸命小人 天天给他灌迷魂汤 这帮人舌头好 舔得溥仪心旷神怡 恨不能即可化身龙傲天 一身王霸之气 虎去一阵 便能令四海沉浮 当然 从结果上来说 他们一定是觉得 自己的主子有智商 是一件传出去丢人的事 二来是则怪不得溥仪 他祖坟让人给刨了 因为爱新觉罗家族大事已去 再也没有那么多人 去看守清朝历代皇帝的坟 但作为一个曾经大一统的帝国 皇帝的灵寝在那 是世人皆知的事情 埋在土里的金山银山 还没人看着 于是孙殿英便把清东陵内的金银财宝 给挖了出来 溥仪觉得国民政府很不够意思 不仅不养着他 还把他赶出紫禁城 而且自家祖坟被刨了 作为一个政府居然不管 这一切要怎么办呢 只有自己重新拥有权力 才能解决 溥仪想做回皇帝的宝座 这个想法和日本人一拍即合 于是双方各取所需 溥仪需要实力 哪怕实力胡假胡威 任贼做父换来的 日本需要一个代言人 方便他们在中国搞殖民统治 溥仪恰恰是大清国的末代皇帝 他的身份就是绝佳的政治资本 于是 维满洲国就这样成立了 溥仪也如愿以偿的 第三次登上了皇位 坐上皇位的溥仪 随着时间的推移 早不是那个天真的政治白痴 他马上就感觉到了 日本人和身边的太监们不一样 不仅不舔着自己 而且还对自己腰五贺六 时不时给点脸色 他要权力没权力 要自由没自由 成了一个汉县帝式的傀儡 日子一天天往前过 他悔不当出 但也只能就这样浑浑饿的生活 好在有人管饭 而当日本战败要撤出中国时 溥仪更被视为 失去了利用价值的牺牲品 日本人只顾自己仓皇跑路 似乎将这位为满洲国的皇帝遗忘了 最后 这位暴头鼠窜 正欲逃亡日本的九五之尊 被苏联红军抓住 又一次失去了行动自由 在1945年被抓后 溥仪被苏联红军押回了苏联 在哈巴罗夫斯克第45号积压所 他开始了为期五年的战俘生活 除了溥仪自己 他的那帮太监团队 那帮遗老遗少 包括维满洲国的封将大力 也都被一网打尽 同样身陷囹羽 被关了起来 更搞笑的一幕出现了 因为这帮人也进来了 所以溥仪在监狱内又做起了皇帝 他每天接受溥杰等人的跪拜 请安 苏联人看他就像看猴子 时不时地过来参观一下 不过似乎是为了能长久的有戏可看 红军对这一切并没有过多干预 而随着国内局势的改变 溥仪的内心越来越慌乱 他极度担心新中国的成立 他不想看到人民当家做主 那时候 他作为封建社会的代表人物 必然会被推上历史的审判台 天道昭昭 因果循环 先进必将战胜落后 正义也必将战胜邪恶 正义不在溥仪这边 所以他怕什么来什么 此时 溥仪又开始为自己的前途谋划 因为废墟中成立的新中国和苏联 同属社会主义阵营 他害怕苏联政府将他移交回国 于是 他多次与苏联政府联系 表达自己想成为第一个加入共产党的皇帝 并且在狱中带着自己的一帮奴才们 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的学习 只为了永久留在苏联境内 他想留在苏联 想看西伯利亚的大学是如何衰老的 但苏联人不想看一个跳梁小丑 是每天如何自导自演的 五年的时间 再有乐子也看兔了 回到国内的溥仪 迎接他的不是批斗游行 不是臭鸡蛋和白菜帮子 国家并没有难为他 只是根据他在抗战期间内 为虎作传的具体行为 将他押送至府顺的战犯管理所 进行劳改 1959年 溥仪被释放 成为了一位中国公民 他开始参加工作 活了这么久 半辈子过去了 爱新觉罗溥仪 第一次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 他娶李淑贤为妻 再次组建新的家庭 也是第一次有人爱他 不是因为他的身份 而只因为他是自己 某种程度上来说 溥仪是个可怜人 1967年 溥仪因尿毒症病入膏肓 一命无呼 不治而亡 关于他的遗体 按爱新觉罗家族历来的方式 是携带重宝入土为安 但在社会主义的蓝天下 土葬并不被提倡 而且时至今日的溥仪 只是普通老百姓一名 也没什么可以带进棺材的西式珍宝 于是 在经过火化后 溥仪的骨灰被放置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火葬和革命公墓都彰显着新中国成立时的时代特征 几十年过去后 改革开放的春风浮遍大地 1995年 一位名叫张世义的香港地产商人 找到了溥仪的遗伤 用三寸不烂之蛇说服了作为家属的他 从八宝山中牵出溥仪的骨灰 这一顿折腾是为了什么呢 商人逐利 张世义自然也不可能吃饱了撑的 干无力不起早的事 原来他作为一个搞房地产的商人 不仅做活人的买卖 还做死人的生意 他在清晰陵旁 赤重金拿下了一块地 墓地便是附庸风雅 以仅靠曾经皇家陵墓为卖点 吸引能出得起高额购置金的富豪 此后葬在这里 但这桩生意需要炒作 需要噱头 需要在特定的富豪人群中 衣炮打响 于是他把主意打到了溥仪的骨灰上 如果墓地中安置着溥仪的骨灰 那么这片墓地的买主 将来则会与末代皇帝做邻居 同龄场面 纵观溥仪的一辈子 从生到死 能自己做主的是屈指可数 他被身边的奴才们造梦 从此活在梦中 而末代皇帝的名头 让他在死后 还不得安宁 被迁来迁去 别人还能用他的骨灰 发一波死人才 最后葬在华龙皇家陵园中的溥仪 如有在天之灵 唯一的慰藉 大概是这里离清晰陵很近 九泉之下 他回到了祖先的怀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